到了振奋时 你是能够担当一切作用当下 但是你明白作用 这次才叫普学 所以才叫振奋 所以振奋你不要以为到了振奋 就是一切圆满 什么都不必讲 到了振奋一切圆满时候 才能够法法通宣 这个法法通宣 就是如同好像教下常常讲的 中通与说通 都要清清楚楚 都明明白白 所以到了普缺菩萨 你真的看到这个决心线前 这个智慧线前了 他能够明白一切 他破旺 但明白一切作相 但是还要堕吗 不堕 你不会旺说我是作中来 不会旺说我是指中来修德 但是这一些像中你都清楚 他都是下手处 他都是在作指认灭中的 那是根本的极灭 所以这里面下面你就会发展 看见看到圆绝菩萨线 那圆绝之中在最后的圆绝菩萨 当然后来还有一个闲善手 但是最后第二位代表就是圆绝 圆绝基南线呢 为什么他要告诉你如何安居 如何立旗线 有上中下旗 有百二十日 百日 八十日 那这个叫将来去讲 但是刚才圆绝菩萨的意思就是 你当时一切大绝使 明白时 你当然知道现在心性应该常住何处 你明白自己的心境常住何处 你当然也就知道如何接引众生 如何立旗归家 立旗用旗线为自己设进方向 立下方向 那立旗归家 在这个常住之中 你才能够念念什么 念念一旨 那叫做安居 你念念心性不实 所以圆绝不单只是告诉你 全然已然 就是圆阵 这叫结束 圆绝菩萨的圆阵 他才是真正世间开始的真正行者 皆影像 你前面的所有的一些行为都已经知道了 一切菩萨的作用都知道 你自然就会老老实实 清清静静 寂寞而住 就住在如是中了 那寂寞而住 就是念念之间 为你长养如是 智慧了 叫圆绝 所以前面的所有菩萨名字 为你贯穿完毕 后面你自然就能够医治 能够成为善医治 那也就是你将来正的圆绝 他也是为你阐明根本 那个圆绝 所以这叫圆绝菩萨 所以我在这里又是八个字 叫圆光以正 更演周期 圆光已经通晓了 你就更演周期 这个周期中 是你你直接看到心性之中的 种种作用 那才叫圆绝 所以圆绝之中 不失一切 接引众生的安部 方便 那这个安部已经不从前面的菩萨了 这个安部已经是前面的菩萨的作用 已然大明 所以现在的布施 就是心中老老实实 安安静静的接受了 那叫安居 那已经叫安居了 你前面菩萨不懂 你根本下面不能老实 那个叫圆绝 在相中 因地心中 已经看到 已经在圆满 圆绘如是绝 本名叫圆绝 行者叫圆绘 开始圆绘了 圆绘开始了 然后既然圆绘开始 所以你逆逆之间 还要打上手 以什么为名 圆绝开始了 你逆逆之间还要回光 所以后面的贤善手 就一切成就 还要回到从头 以和为名 叫利民相 最初是从名告诉你 显食 到最后 食 还要欢归于名 叫名食 双运 这个才叫做 不施名相 所以他现在 我们的持命念佛 也是这样子 我自己期许 都是净土中人 我也是念佛了 念阿弥陀佛 所以你要在这个名号之中 你要天天 在佛号当下 要能够发大愿 我要显食啊 弟子此生 不单只是只知拿摩阿弥陀佛六字鸿鸣 祈求阿弥陀佛十方诸佛 慈光加倍 让弟子词如是六字鸿鸣时 能够开一切诸佛智慧 入一切诸佛之鉴 若不入如是诸佛之鉴 弟子绝对不取西方 要发这个大愿 你念念之间要在佛前颤 事产大圣教 度脱苦众生 这是幻华金中的机子 你不要小看发那个愿力啊 你天天天天念念天天发愿 就像普鲁在呼召鸣鸣 有一天你突然发现 你就遍体而出 再也不是凡胎 你不这样子来 你怎么下手 这就是开始 念念从名中开始立 念从心中的声音开始建立 这都是下手出 你要绝对相信 绝对相信